以全国和地方立委专计最高屁的丹典会 在台湾过后,妈妈想要一种用丹兵来座丹 包括经济保护人员数 和环境保护、环境管理数的官员 以及地方的民意代表 丹兽平、丹佩佑和理位制 以及市府京法教的主比顶 尖对生发电厂的回馈金 和理计工程中的运转的变形式极 和安全的问题提出探讨 会中立委丹典会也表示 对今天去 对特殊百电厂的回馈金的行列 也将正式成立 我们今天是一个正式在跟所有的相关单位 做一个宣示 我们下一步如果再不动 我们就要做全民运动 这一次只是跟大家说 不是只有陈廷飞在追回馈金 是所有的议员都在关心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在今天正式邀请几位关心的议员 我们一起要成立一个行列 这个行列是什么 是追讨生发回馈金的行列 保护地方安全的行列 因为这两个问题是地方最关心的 除了回馈金的问题 另外因为胜霸电厂 二级的工程也将相转 对方明台欢乐安全的告路 包括很多二级的工程 变形式极 甚至天然期的公帅 应用一期 加上过去欠缺公帅的图资 另外也欢乐 公帅的安全问题 从我们永康开始 可以说是源头第一站 那么我们回馈金一直 胜霸都没有把我们永康放进去 这是对我们地方永康 非常不公平的一点 还有这一次的那个 就是24英寸天然气管要换 结果也没换 因为我们已经用了差不多20年 超过92年到现在 建制到现在 也没有要换 本来要换的 现在也没有要换 我要试问各位长官 上级长官 这样子是不是罔顾 我们所有市民的生命安全 为什么自来水公司在开挖的时候 还会挖到森霸的管线图 那是不是说 他们的管线图 基本上就是 没有非常清楚的标注者 到底是哪一个地方有管线 所以当时真的差一点点 就差那么一点点 就会产生气暴的一个问题 对处经济部任何事回应 会贵金的部分 最要求森霸电厂 依照相关的规定办理 至于公司的维护部分 任何事也将要求求兴 组成第三方来检查 有三个构面 就是刚才委员提到三个构面 第一个是回贵金的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 申霸还是要依相关的规定去办理 那委员会跟申霸讲说 他一定要跟地方好地构中 妥善着运用这个经费的第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 安全的问题 管线问题的部分 因为委员那个时候 有指示我们说说 这安全的部分 我们一定要做一些处理 那所以我们署里有请那个申霸 大概将他每天每月 还有每日每半年 还有定期维护检查 他是找第三方去做检测的部分 的资料我们大概都比对过 基本上去年中游 因为中游依法 他是要去检查 这些用户的管线的部分 他这个部分大概检查都没有异常 那因为我们有比较慎重 我们有请圣霸在规划 做进一步的这个检查 一直在规划当中 有了第三方的检查 六位丹庭封密也表示 希望林安树可以公布 小组的名单 这些到时如果有问题 也可以找小组来伏接 台湾新闻营跟柴峰报导 二十一